今天晚上的苹果新机的首发预售你们抢到了吗 反正我又像往常一样 我又是没抢到 我不知道哪些该死的又抢到了 我真的很烦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那些博主都跟你们说了 要你们今天晚上八点钟去抢 但是没有跟你们抢了 你们抢到手的如何去变现 在此呢奥哥给你好好的说一说 你抢到手的该如何把它变现 首先第一点关于这个行情的稳定 那么你肯定要知道这个手机呢 他加价他也是一个时 也价格也是会有一定的波动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时候价格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什么时候价格相对来说稳定点呢 你千万不要在20号的那天去卖掉 这是最不好的 因为首发的那些抢了用户20号就可以去直营店 从早上开始一直开始就可以什么排队领取 对吧 基本上像去年15pro max是那天的下午到晚上行情才去稳定 你要知道那些加价或者说收获的一些黄牛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他自己手里的货呢 到底是能值多少钱 到底能机器能够维持多久 到底这个机器能溢价多少 根本他心里自己都没有底的 其实他心里也很慌的 对吧 一个机器动不动上一个W 对吧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也是转手了 马上就出了 然后再跟你说呢 然后就比如说比如说很多大类传的颜色不好出的 你能赶快转手的马上就要出手 知道吧 像去年的15pro etb或者512的ecp 开始那样蓝色 其实立位的溢价一两百 后来后来你加50块钱人家都不要了 知道吗 那就是所以说大类传的机器 你就赶紧出手 特别是16pro max256的 你最好是要等到21号再出 那个时候你可能说出手的话就能多赚一点 然后第二点 如果说你们是在外地的一些客户 通过网购 那别人给你发快递的一个方式 收到这台手机 你如何把这手机给变现呢 兄弟们 我最好的给你们建议呢 还是给当地的实体店 或者说你们比较认识的 实际上就直接出了 面交的方式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非常讲究一个时效性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行情是加1000 如果说你从外地 比如说我们在深圳 你是从北京发过来的 举个例子 要两三天的快递使效 到我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500了 你们事先跟那个商家谈好的价格 它会不会有变动呢 人家会不会毁约呢 给你直接拿一个拒收呢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 再说网络交易 那些东西 说实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对不对 所以说抢到这种 16星级的首发的 或包括你在百亿补贴 抢到什么那些机器的 其实你们出给你们当地的实体店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可能说大不了少赚一点 但是基本上能当面的一个交易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它也是很香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第三点 如果说你抢16pro max 你没抢到的 你抢了一个什么1616plus的 你就可以观望一下 观望一下 等2022首发了 我们就会马上出一个什么 报价单 当年那个价格 然后如果说你看的行情不妙 你就马上可以退了 说实话 16plus 我能的还是不是很看好的 19pro的小内存 128的 我们也还是不是很看好 还是主要看好的是19pro max 这个机器 因为大部分人考虑的机器 就这个 好吧 如果说可以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评论去说一下 我们也可以互动交流一下 就这个机器